大家好 客委會主委李永德被警察盤查後 聲音兩天現身開口話酸溜溜 朋友打電話來就把他當作笑話一則 說以後不要穿拖鞋上街 以後不要斜眼看警察 如果看警察要看正眼 大主委對上小圓警李永德依舊有氣 鋼商警方堅持執行勤務 SOP就是有問題 要社會大眾看影片公平 卻遭到法務部長邱泰三直接打臉 所以一個執法的觀念 跟一個執法的SOP 是不是有討論的空間 同仁在台北車站這樣的一個 過去曾經發生過犯罪 他在法治面上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第二個他在執行面的部分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自家閣員往內互打 林全也沒打算幫忙說話 要李永德自行承擔 這個問題因為是台北市政府在執行 所以我想我們就按照台北市政府 目前的做法就好了好不好 正當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沒想到政委張景森跑來亂入 臉書PO上假腳拖照 呼籲應該承認假腳拖是台灣的正式服裝 還同時貼上自己與宇宙大絕者 相當積死的照片 對此政大教授陳方明回溫猛酸 說舉雙重贊成張景森 還要蔡總統帶頭做起 遠景盤查 課委會主委不只政院反應冷 傳出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在內部會議認為 李永德行為有爭議 北市府不需要打小孩給別人看 我倒覺得這件事情 我如果從來一遍 用幽默一點的方式可以解決 如果是我被盤查 就比較幽默問他說 我看起來是很像遊民還是匪諜 不然我怎麼會去檢查我 柯文哲笑指點李永德 預警盤查其實可以輕鬆一點 何必小提大做 台北怎麼會是警察國家 我是挺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每次說對自己的國家要有信心 謝謝這兩張 宇軒SN9組台北斗